其实在搭配我们柚子的酸 也可以中和到它的这个味道 让它呢是一道油香味美 护油腻但是又非常好吃的特色料理 那么接着呢 哇好香 不好意思内心都会一直说出来了 非常的香 那么接着呢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嫩子排 嫩子排是什么 鲜果白柚嫩子排 它呢采用的是猪身上 比较好的嫩排的部位哦 再搭配我们的麻道区农会的农餐品 醋酿又香粘露 哇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道料理在闪闪发光哦 用柚子果肉以及我们的柚香粘露 下去调配酱汁 提升了这个嫩子排 它除了很滑嫩口感之外 它还有的是更丰富的层次味觉享用 那么上面这些肉类饭类吃饱喝足 我们需要更爽口的料理 所以呢 接着我们要来上菜的是我们的田园白柚 佐仙包 它是以沙拉作为基底 并且呢 将昆布柴鱼还有白萝卜浸泡了一天 冷泡一天 做成的这一道非常清爽好吃的沙拉 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呢 是有这个柚子果肉上面在撒上明太子 所以口感上面也是非常丰富的一个层次 加上我们刚才提到的 来自于我们农会的醋酿又香粘露 它的这个和风调制的酱汁呢 非常的顺口爽口好吃 这一整些的料理就是只有在我们的复兴大饭店 才有的限量季节特色餐点 好 那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油跟瓦牙的优香料理 当然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准备领品 待会也可以邀请我们